Gного附近 Times 肯定像的時候 主var 月耐 我沒辦法記得是什麼時候 聽到曼陀霖的聲音 那個時候應該是 黑白電視的時代 早期臺事氣象報告的背景音樂 我到現在都還能夠把它吼出來 啦啦啦… 那個… 那個長音 就是曼陀琳的占音 我就很喜欢那个占音 我是28岁才真正的看到曼陀琳乐器 就跟一群台湾的好朋友一起弹曼陀琳 我后来教学 教学之后就会有学生乐器的问题 学生就会要求我们说 老师能不能帮我们挑乐器 我们比较懂这样的音源机会 所以我们就开始从国外 从日本 从意大利去找曼陀琳 曼陀琳源自中东的乌德琴 发展到欧洲之后 他们称为鲁特琴 17世纪末 意大利人加以改良 变成现在的曼陀琳 乌德琴 乌德的特征就是它的琴头 就是比较往后琴 非常重要因为它木头整块去挖 曼陀琳分类就是曼陀琳 然后曼陀拉 曼陀琳全长大概六十公分 曼陀拉大概七十五 另外一把就是曼陀琳的大提琴 就是曼陀琲 传统式的曼陀琳 它是一个原辈式 曼陀琳的特色就是 它有四组选 两组一组 那么曼陀琳的演奏就是单音 曼陀琳的演奏就是单音 跟站音 曼陀琳的演奏就是单音 然后去搭配成曲子 我很喜欢这把琴 因为有一个女孩子的肖像 这个让我们会去想象说 这位女孩子到底是 这个制琴师的什么人 它会应用贝壳 还有一些金属的线条 这个肖像能够历经这样一百年 也不会掉 也不会变质 很特别 这把琴也是让我很头痛的 因为它琴头太漂亮 其实如果要整修 我只要把琴面重新挖掉 重新打造 但是又是一个抉择 我舍不得去动它 因为这样子也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就这样就好 我们看到这本是日本 日本的教本 全部是日文 这本是台湾 副制品 只有最后一页不一样 最后一页有一个广告 交响乐器 交响是在安平 在我的故乡 那我去访谈他的家族 第二代 他给我两张黑白照片 我说还没有更多 他说没有 那有留下琴吗 他说也没有 后来我在台南女中 教他们几位老师 弹曼陀琳的时候 我无意中在他们的乐器室里面 找到这把琴 找到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跟他要回来 我只好用一把一百年前的意大利琴 跟他们做交换 那一把琴给他们 他们觉得是宝贝 可是他这把琴给我是我们安平的宝贝 所以我里面最珍贵的一把琴 是这一把琴 好几年前 大概六年前 Avi曾经到我这个工作室来 Avita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音乐家 他拿的琴很特别 他那把琴是以色列大师做的 表面有音孔以外 他侧边有音孔 上面有一些网状的雕刻 所以他的声音全部就会更为复杂 会有很特殊的音色 对于工艺的热爱 我就收集琴 从古琴堆里面 去找喜欢上的音色 还有喜欢上的工艺 再去专演曼陀琳的制作 那是一种享受 给你们再来 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